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 刚刚有一些技术问题 然后一直没登进来 然后 今天演讲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黄叫黄建新 然后我来美国已经十年左右时间了 然后大家都能听到我说话是吧 OK那我们就继续 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留学美国学业加工作的一些心得 根据我最近十年在美国 学习加工作的一些经验 然后给大家稍微谈一谈 我自己的一些感受 还有一些 喂 可以听到吗 可以可以听到 好的 然后我根据我自己的一些经验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首先就是大家能看到我的屏幕吗 我可以 可以 好的好的 那我就继续了 然后首先做一下 我的背景简介吧 我背景 教育背景主要是我毕业于 CMU 然后是10年到12年 在凯特基美龙大学读的Master 然后专业是 机械工程专业 然后工作背景是12年到17年在苹果做高级工程师 然后17年到现在在Airbnb 就是国内所谓的爱比营 一个民宿的网站做高级工程师 然后这个整个的session 就是整个的简讲 我想分成就是一些Q&A的形式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整个的过程 然后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随时打断我 然后提问 这个演讲的概览主要是围绕着八个问题 就是我能想到的 能够概述我整个在美国的学业 加上工作的一些经验和心得吧 然后分成了这八个主要的问题 然后我会每一个问题 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的想法 然后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欢迎随时提问 然后最后会留 如果有时间会留一个简单的Q&A的session 然后第一个问题主要就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初为什么选择出国 然后这个当时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就是 因为我本科是在沈阳的东北大学读的机械工程专业 然后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 国内的大学相对来说 它有自己的好处 但是也有自己的弊端 然后它的弊端呢 主要是知识的局限性 然后和你自己对 自己对你自己想掌控的一个未来的 一个把控性的不确定 就是很多东西是学校已经帮你 决定好了 我觉得这样可能不适于个人的 很好的一个成长 然后第二个主要的想法就是 我希望能在专业技能上提高自己 因为大家都知道 美国整体的教育水平 其实在世界上是比较领先的嘛 不好意思 如果能稍微mute一下你那边的那个 用吗 那我先继续 然后第二点就是 第二点主要是为了增加自己在未来社会的 竞争资本 就是我们来上大学的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未来进入社会就业嘛 进入社会就业就存在一些社会的竞争 如果能提高在大学四年时间 甚至在未来研究生的两年时间能够更好的提高自己的价值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所以我觉得当时我选择出国也是为了 这也是其中一个考量因素吧 我想通过自己通过留学方式来提升一下自己的在未来在社会的竞争的一些资本 然后最后一点主要就是为了开阔眼界 想让自己的眼界更开阔一些 相对于来说就是能见到见识到更更多的领域 然后接触到更多的人 这样能让自己的眼界不再局限于只是在国内的某一个领域 或某一个专业的一些认知和理解上 大家对这个第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需要额外提出的问题 如果没有我们就继续到第二个 那我们就继续到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主要是 我主要想简单讲一下 就是当时出货申请主要需要准备什么 对于我来说当时出货申请的一个主要的准备就是 我当时是从大二的时候 大二下一期的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 我就开始去网上查阅一些资料 然后就想了解一下 就是如果真的想出国申请研究生的话 都需要准备些什么certificate的 或者是qualified的一些考试或者什么资料 然后才可以申请出国 或申请国外的学校 然后当时做了很多research 然后主要的对于研究生来说 主要的就是申请关注点 主要在你的本科的GPA 然后你的托福的考试成绩 GRE的考试成绩 然后如果你有上学期间的竞赛 这样会是一个加分项 然后你导师的推荐信 或者是相关优秀人士的推荐信 这个对你申请也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在查完这些了之后 我主要的一个下一步需要做的 我就是开始去收集 应该去怎么样去考托福和GRE 因为在当时来说 大学期间大家主要的 大家主要不好意思啊 那个大家主要的一个 在大学里的一个focus 主要是在大学考四级和六级 所以对于出国考试的托福和GRE 的接触比较少 我当时的一个选择 就是报一个相关的培训机构 这样可以让我花最短的时间去 很快的去rump up到我需要的一个水平上 然后我可以通过很短的时间去 接触到更多的知识 怎么样去考托福和GRE 然后接下来竞赛这方面 我就简单说一下主要就是在学校内部去寻找一些 能够提高自己未来申请竞争性的一些竞赛 这个竞赛呢 我当时选择的是数学建模竞赛 主要就是通过参加一些国家的一些数学建模竞赛 然后去提高自己的申请一些所谓的砝码吧 然后本科GPA这是无用适宜的 就是不论你申请什么专业 你的GPA是一个最基础的考量 但它不是一个所谓的hard requirement 它是一个你的基础的考量 就相当于是很多国外的学校 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学院 它们对于你本科学校 或者是之前的一些GPA的成绩 是有一个最小的要求 所以你对你未来要申请的学校的等级 你要去达到尽量去达到 那个学校要求的最低的GPA的requirement 所以这是我当时出国申请准备的一些主要的点 然后这个基本上就是出国申请考试的这部分 然后我想说一下就是在我出国申请的阶段 我做了一些什么准备 就当你的托福考试 GRE的考试 然后你的所有的GPA和推天性这一系列的东西 都已经很都已经ready了 这样的时候你要开始去美国的各个学校去在线去申请 他们的那个就是秋季的入学或者是冬季的入学 所以当时我的一个选择是 因为当时还在准备本科的毕业设计 所以可能时间上来说会比较比较紧 所以我当时找的是一个在沈阳找的是一个留学中介 然后我觉得找留学中介怎么说呢 是有他自己的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 就是首先我说一下好处吧 好处就是你找留学中介很多事情他可以帮你全take care 这个时候你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去准备其他的比较重要的事情 然后再一个就是他很多经验会帮你少走一些坑 这个前提是建立在你自己本身对于留学这件事情有一定的基础了解 而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两眼一抹黑就直接去找留学中介 我当时的做法就是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 我起码对自己的一个定位和一个未来要去的方向 有一个很明确的定位 只不过这些繁琐的申请准备申请材料 或者申请的online的一些那个application的这些process 我觉得很花时间 我觉得这些东西完全可以delegate 给一个留学中介来帮我去做这些事情 只要你对自己的一个基础的选择 或者是你对自己的一个目标有一个很明确的要求 你在你跟留学中介之间交流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对于你自己是一个很有帮助的地方 然后说一下不好的地方吧 说一下不好的地方 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对于整个这个过程中间的某一部分 你没有你没有很多的切身实际的体会 就是你可能会 你可能会错过这一部分 但这个完全决定于个人的选择是 看你更看重的部分是哪一块吧 然后我当时跟留学中介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会在美国的top的学校里挑出三个等级 就是这三个等级基本上是cover美国的前十的学校 我会申请两所 然后之后排名的学校 十到二十名的学校我会申请两所 然后再之后的学校我可能会挑一到两所 所以当时一共申请了五所学校 然后最终 前十的学校我主要选的就是CMU和普渡 因为根据我的专业来说 我觉得这两个学校相对来说 就是评价完我自己的所有的GPA和前面所有的考试成绩 我觉得这两所学校是可以去试 而且够得到的学校 然后中间的学校基本上就是我选了当时的南加大 然后还有一所学校是Buffalo还什么 我记不太清了 因为好久以前的事情了 然后最终结果是录取了三所学校 就是CMU南加大 还有另一所学校好像是Buffalo 水牛城大学 好像是 但最终我选择CMU 在选择学校的时候我也有考量 就是在CMU和US和南加大之间 我也当时抉择了一下 至于怎么选择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 对这两个学校有一定的了解 因为这两个学校主要的科业压力大 是CMU的一个特色 然后但是未来的一个社会竞争性 就是你的个人提升也会一个很大的考量 所以当时我就选择了CMU 但是当时两个学校的 在比较中 CMU的学费是明显比南加大高很多 所以最终根据个人的成长和 和未来的机会的一些考量吧 我觉得可能目前的那个学费的成本 可能是不是一个主要的决定因素 所以我决定去了CMU 不知道大家对这一块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快速的进到第三个问题 第三块主要是简单介绍一下 CMU学习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就像我刚刚提到CMU的生活 其实学业是压力很大的 基本上我会把这个问题分成四块吧 四块第一块基本是适应期 就是每个来美留学的人来说 他第一学期 其实都是一个完全需要适应的过程 因为在国内的大学 完全是中文教学嘛 所以完全没有接触过全英文教学的感觉 所以第一个学期 你的选课加上上课和跟同学老师的交流 加上完成课程的作业 所有的这些其实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然后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量 然后我当时来到CMU的时候 第一个感觉就是 所有的选课全是由学生自主去选 这样他有一个好处 就是他给你很大的灵活度 就是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未来的想要学什么方向 或者是你知道自己怎么去 plan你自己在学校的这四个学期的生活的话 其实这个是给你给学生很大的一个benefit 我觉得就是你可以更好的去控制你在学校能得到的一些信息 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和当前的一些自身的条件来选择你第一学习和下一个学习每个学习适应的课程 所以基本上这就是我当时在CMU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选课是完全是独立的 全是自主选课 然后第二个感觉就是在上课的时候 其实老师很多时候讨论的地方需要时间去消化 因为说实话很多时候一下转变成这种全英文的教学 有的时候上课会跟不上 然后我当时的一个选择是先去录 去记录一下每堂课老师讲课的过程 然后根据每堂课讲课的内容的录音 我下课回来会再重复听一到两遍 然后去帮自己去快速的去适应这个上课全英文教学的一个模式 然后接下来一个新的适应就是新的朋友 就是因为你完全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 然后很多时候周围的很多朋友都是全新的 然后一个主要的挑战就是你如何能快速的适应这个环境 适应这个环境 我觉得如果你想在短期内 可能对于本科生来说你有更多的时间去适应 因为你有四年的时间去读本科 但对于研究生来说其实时间很短 一般是一年一年半或者两年的时间 所以你不能花太久的时间去真正去适应这个新环境 这个给你的要求就是你要在短期之内 快速的去适应当前的这个陌生的环境 然后花在你适应环境基础上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去进入到学业的整个转换的过程中 所以当时因为CMU中国人比较多 这一点我比较我觉得有好有不好 我觉得好的一点就是它能让你很快的融入一个圈子 然后大家之间的交流其实会很 很smooth 就这样的话其实给 给我个人的一个感觉 就是我融入整个在新的环境里 这个融入的过程我没有花太多时间 我很快就融入了这个新的环境 然后交到很多中国人的朋友 然后大家其实在选课的讨论上 或者是课业的一些后续的课程讨论 或者做作业的讨论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所以这一点我也是觉得可以是作为一个借鉴 我觉得融入美国人的环境是很好的 但是这个可能需要一步一步来 我觉得首先先融入到这一个陌生的环境 先结交到一个能让你很快适应环境的一些朋友和同学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有帮助的一点 然后在你真正融入到 适应了整个课程的那个节奏和 整个全英文教学 或者是陌生环境的一个节奏的前提下 你可以慢慢去适应融入 整个你周围的外国人的同学和其他的一些环境中 我觉得这个在我看来其实是可以分布来进行的 然后第二步就是抉择期 因为像我最开始说的是 我在CMU其实学的专业是基业工程专业 但是如果你看我的工作经历 其实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在软件行业 所以之所以发生这个转变 是因为我在大一的 不好意思有问题吗 那我继续了 就是我在延一的这个暑假找实习的时候 其实给我的打击比较大 因为在延一暑假找实习的这个过程中 我发现周围的朋友学CS或者是EEE的专业的人 找实习相对来说比我们ME的专业要好很多 而且ME的专业很多工作都要求你有需要美国身份 所以对于未来不论是找实习或者是毕业找工作 其实它的挑战都很大 然后我通过暑期实习找工作这个经历 我决定如果想在毕业的时候能够更好地留在美国 甚至是更好的发展 我觉得学习CS或者是EEE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 而且再加上CMU当时的一个大环境就是不论你是任何专业 最终多多少少你都会转变到CS的 你都会学到CS或者EE的课程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当时我可以很容易在学ME的基础上 在选修CS的不同的课程第一个优势吧 我觉得整个学校的氛围和条件提供了这一种先天的优势 所以我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 在第二年的两个学期开始疯狂的修CS的课程 提升期第三部分就是提升期 基本上就是在我明确了自己未来找工作的方向和目标的时候 我第二第三学期和第四学期就有很明确的目的 就知道自己应该在每个学期应该修哪些课程 来完善自己在CS这个领域的一个知识的进阶 因为对于我来说 其实我对于计算机的理解 在本科时候只是接触了一点点 不是很多 对于系统出身的计算机的人士其实差得很远 但是通过跟同学或者学长的交流吧 或者跟朋友的交流 其实我周围有很多朋友是专门学CS和E的 在CMU的时候 所以根据跟他们的交流 我自己给自己也制定了一个在一年之内 让自己快速catch up CS整个学业的一个计划 所以我就基本上有目的的性的去在暑期选一些summer class 然后在接下来的第二年的两个学期 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去选不同的课页 然后去帮自己去在CS这个领域去build up一些domain knowledge 然后第三就最后一个部分 基本就是简单聊一下 效应实习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 那个 熟悉实习对于ME的专业来说 其实 没有找到合适的 熟悉实习的机会 但是我暑期决定在CMU继续留下来学习一门CS的最基础课程 所以在同时的时间 我不想浪费其他的时间 因为暑期有很多 有三个月 然后你只修一门课程 其实你有很多时间是空出来的 所以当时我就在校园内部找了一个 类似于在给新生去处理OPT 或者是给新入学的人发 发那个叫什么 就是发 就学校的Documentation的一个部门 就是国际学生的那一个部门 然后当时我的一个想法就是 一是我可以更多的跟学校的Faculty去接触 然后去跟一些美国人去交流 这样一是可以锻炼我的口语和表达能力 二是也可以自己相对去赚一些收入 为自己在美国生活也稍微减缓一下经济的压力 然后三是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吧 我觉得因为熟悉大部分的朋友 其实要么是喜序 要么就回国 所以相对来说 可能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在学校校园里 可能找一份相对来说 比较合适的属悉校园实习 也是可以帮你去结交一些更多的朋友 不至于属悉除了上课之外 没有其他的活动 所以这也是当时我另外一个考量 然后这就是我在CMU学生活的一些简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额外的问题 如果没有 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部分 那我就简单聊一下 第四个问题吧 就是我对于两年的留学生活 对我个人的成长是什么 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学会独立吧 因为对于每个人独立出来来美国留学 其实首先学会的一点就是独立 因为家长不在身边 然后所有的事情基本上都要靠自己 所以这也是我来美国第一个成长的部分 第二个就是学会主动去结交陌生的朋友 因为来到一个新的环境 所有身边的人都是完全陌生的 我觉得如果你想更好的去成长 在一个新的环境成长 我觉得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完全不够的 所以最好是结交越多的朋友 这样你可以获得越多的帮助 然后大家可以分享做事情的一些经验 和避免踩到了同样的坑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 也是一个我觉得个人在两年CMU的成长的一个部分 第三个是学会专注做事情 我觉得CMU它的一个整个风格就是专注于做事情 所以它的每一节课和每一个导师传递的这种理念 都是很一致的 所以通过在CMU这两年的磨练 我觉得我学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对我未来工作和其他人生的一些帮助也是很大 就是做事情需要专注 然后一旦当你认定一个目标 其实你就需要专注去实现这个目标 然后这也就是下一点 我在CMU这两年学到的一个 就是学会设定目标 然后踏实完成 这个基本上就是在我第一年决定要 未来的方向是做CS的这个方向的时候开始 我就设定了这么一个目标 设定这个目标 其实你是有机会成本和所有的一切的cost 因为你首先放弃了你目前的这个机械工程的专业 你去完全接触一个新的领域 然后你在这个新的领域的投入是远比于你在现有专业投入要大很多 所以你在决定这个目标的时候 你在实现它的同时你会遇到很多问题 因为你在接触一个完全全新的领域的时候 在学习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多多少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首先不能逃避 不能气馁 因为一旦你选择逃避和气馁 这样你之前制定的目标和你付诸的努力就完全白费了 所以你浪费的时间的时间机会成本会更大 所以这一点也是我学会的是 一旦你设定目标 一定要按部就班踏实地完成这个目标 最后一个就是我学会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如何为自己的人生做选择 我觉得在CMU的这两年 因为很多时候独立一个人在外面 很多选择都是你自己去做的 我觉得对于未来大部分要选择出国留学的 不论本科生或者研究生 大家都会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人生选择的问题上 在你做人生选择的时候 其实大门的时间都是你自己来做这个决定 因为你的父母不会时日刻帮你去参考这个问题 你的朋友他们也不能完全决定于你人生的走向 所以完全是你自己来决定你自己未来人生的走向 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两年的魔力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 我能在人生的关键点上为自己做出人生一个正确的选择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接下来一个问题 我想说的就是如何在学业期间规划未来就业 因为就像之前我谈到的 在CMU其实竞争压力是比较大的 即使它是一个很好的学校 但是而且很多公司在招聘的时候 都会选择来CMU作为首选招未来的员工 但是当你去querify或者是任何的招聘event的时候 你会发现每一个求职岗位 你面临的竞争和竞争压力是非常大的 因为所有人 因为大家都知道每个人在CMU能够毕业 都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但是对于同一个公司同一个岗位来说 这个公司是什么能让你在这个岗位上 或者这个选择上stand out出来 这个也是我想要谈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在就不论你是在本科 还是在研究生期间 你在所有做在你学习的同时 你也要想你未来在就业的时候 你需要去怎么做 或者你需要具备哪些软实力或者硬实力 所以这个就是我在CMU最开始 第一年的时候我就在思考的问题 就是如果第二年毕业了 我应该去怎么提高自己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然后怎么样去完善自己的 不论软实力或者硬实力 首先第一个我做的就是 根据Career Fair或者是学长的一些反馈 我来观察当时的就业市场形式 就是我首先要知道对当前就业市场的一个理解 对于我是12年毕业的 11年的时候整个就业市场其实还很不稳定 然后大部分的公司其实还处在缩紧 美国还处在缩紧的一个状态上 基本上就是美国的经济危机在恢复的过程中 但还没有完全恢复回来 12年的时候 但我在找实习的时候发现 其实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好转的趋势 就是他的这个趋势是往好的方向走的 所以基本上 而且在整个不同的就是Career Event的时候 我可以观察到就是 在过来的公司的Category 大致可以分成几大类 然后基本上可以分成就是大公司 基本上我们能想到像苹果谷歌 然后脸书之类这些大公司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波很小的公司 就是我指的这些公司 大部分都是focus在计算机行业 因为当时我已经决定要转变成这个领域了 然后当我观察到这些形式的时候 我接下来的思考就是我应该准备什么 然后这个时候也就是多跟一些找到实习的人 或者是你的一些学长们去讨论 看看他们的一些经验 然后去学习一下 他们在准备面试 未来准备面试或者就业的时候 他们所面临的一些准备的程序 或者是他们所面临的一些挑战是什么 然后让自己更多的知道 更多的知道自己的短板在那 然后自己应该提高什么 在接下来的几个学期里 然后第三个就是有目标的选课 提高自己的竞争优势 基本上就是我根据自己分析出来的 自己的短板和自己需要提高的领域 我根据这些领域去更多的选 有针对性的课程 在接下来两个学期 让自己在就业 未来就业的领域上有更多的竞争优势 然后接下来基本两项就是准备面试 准备面试这个很简单 就是根据不同的经验 根据大家的一些反馈 然后去网络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资源上 去找面试的一些相关的培训的题库 或者是资源 然后去自己去做一些线下的模拟 然后去准备面试的过程 然后提前准备 然后信息共享 基本上就是找一些朋友 同时准备这些面试的过程 这样好处是大家可以 有针对性的去完成一些任务 然后这样的话 有遇到问题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相对共享信息 然后去解决这些遇到的难处 所以相对好的一点是 你不是独立的一个人 才去面对很多的问题 而是你选择了一个team 去帮你同时去面对这些问题 然后大家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互相去督促 互相去成长 然后互相去分享 这些所有的有用的信息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 问题五我需要覆盖的一些东西 就是在学业期间 怎么去规划未来的就业 我觉得这个适用于 不光是研究生 本科生也同样适用 因为本科毕业 可能你也同样去需要 去面临同样的选择 然后接下来我简单快速的就是讲一下在苹果工作和工作怎么样 然后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吧 苹果大家基本上都很熟悉嘛 就是一个做软件和硬件的一个公司 然后这个公司当时我在找工作的时候 其实光魂很大 然后我当时能面到这个公司 我自己也很惊讶 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 我一个转专业的人 可以直接面试进入到苹果 当时苹果的面试是 它电话面试是包括两轮 然后最终的onsight面试 所谓onsight就是到公司面试是七轮 所以所有经过这一系列面试 最终我当时的那个hire manager就决定要招我了 而且我是那个组第一个招的刚毕业的学生 所以相对来说有惊讶有惊喜吧 但是既高兴也紧张 因为觉得自己面对一个新的 另一个新的环境的一个不适应性吧 大家都会 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 对于一个新环境的不适应性 很多少少会带来一些紧张 然后第一年的适应期其实挺困难的 因为第一年 对一个完全没有工作经验的人 出到职场 其实这整个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你所面对的东西 不再是完完全全像上课一样 老师交给你的一些信息 给你留的一个很 就是规划很好的一个客户作业 而工作的时候更多的是一个open question 就是很多时候 很多情况下 这个问题并不是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或者有一个固定的答案 更多的时候是需要你自己去做research 去研究出来这个问题 它的一个最优的解决方案 但是这个过程其实我现在回溯来说 说是很简单的 但对于刚入职场的小白来说 其实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过程 因为你很难去找准这个 你在工作时候的一个节奏和怎么样 跟老板和同事赛了一个正确的inspitation 所以这个整个的过程 我能作为过来人 我可以给的建议其实是 你在工作的时候 尽量找一个可以很好mentor你的一个同事 他的工作经验 在工作在整个行业的工作经验比较多 他可以给你更多的一些 在职场上的一些 不光是你工作上的一些指导 更多的其实是你的soft skill的一些指导 就是怎么样去跟你的老板打交道 怎么样去跟你的同事打交道 怎么样去跟你的老板去side你整个工作进度的expitation 所有的这些一切的一切 其实越早知道对你整个career的growth是越好的 然后整个苹果的工作强度是很大的 其实在CMU的时候我已经体会过 我觉得整个CMU的课业强度其实是很大了 但是在苹果的工作强度相对来说 我觉得第一年给我的感觉 其实跟CMU没太大区别 所以这也是让我很惊讶的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我以为刚入职场可能自己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但是没想到整个苹果的节奏和工作的强度 一是高二是快 然后三是紧 所以基本上 我只是短暂给自己休息了一小下 然后很快的就强迫自己要进入这个节奏 所以基本上工作开始就已经相对来说比较累 然后这也是苹果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文化吧 然后如何在工作中提升自己 就像我刚刚简单介绍的就是越早的去学习到在工作中所需要涉及的软实力 它会对你在工作未来的成长的空间会越大 你会越早踩到坑 然后软实力只是在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一点 硬实力是更多的在你项目上去体现出来和你在每做一个项目上的一些实力上的提升和经验的积累 所以这些是我在苹果工作中的一些看法 然后第七个问题就是为何选择跳槽 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我看我们只剩几分钟了 我尽量快速的把剩下两个问题勾输一下 为什么选择跳槽 当时的一个主要的想法就是跳出舒适区 因为当你在一个公司待超过四年或者五年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适应这个公司的节奏 然后整个的工作氛围和整个环境 这样你自己个人的提高提升空间会慢慢变慢 然后你自己无形中会进入到自己所谓的这个舒适区 当你一旦进入这个舒适区的时候 你就会不会强迫自己去做一些 你可能会提高你自己 但是会需要很多effort的一些事情 所以当时我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上 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吧 所以我决定去选择改变一下自己 然后我决定跳槽 跳槽另外一个就是为了提高待遇挑战自己 提高待遇的乌龙质疑 每次跳槽其实你的待遇都可以会bump到另一个区间 然后挑战自己更多是你在跳槽的过程中 通过跟不同公司的接触也是无形中的一个提高 因为你在准备面试 在面试中解决压力的一个方式 其实都是你自己在整个职业过程中的一个提升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大公司和独角兽的选择 因为我第一个工作是在苹果 是个大公司 第二个工作 RMVMe是一个独角兽 就是所谓的一个star 然后这个的一个选择 当时我的考量是 大公司有好处于弊端嘛 好处就是大公司比较稳定比较安逸 然后弊端就是大公司过于稳定 缺乏挑战 就是容易使人进入到一个舒适圈里 然后独角兽的好处就是发展快 个人成长空间比较大 但弊端很明显 就是独角兽的风险大 压力大 工作强度更高 因为首先公司小 然后公司的节奏比较快 成长也比较快 所以成长快的过程 副作用带来就是 你个人需要花的时间会更多 公司对每个人的expectation会更高 你需要掌控的一些scope 就会比以前要大很多 所以相对来说 你的压力就会大很多 你的工作量也会大很多 所以这个就是 我通过这几年的工作经验 在大公司和独角兽的一些 一些个人的体验吧 总结出来的一些 这几点 然后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 然后这就是我今天 主要想cover的一些话题 然后我不知道 现在已经九点了 我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Q&A的时间 如果有的话 我可以在这给大家回答几个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完全可以做线下的Q&A 大家有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 我就把 我就把Zoom的控制权交给 那个 交给 开会的人了 那我们今天的演讲就到这 正好是九点的时间 如果大家之后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可以线下去提问 然后我可以线下去回答 然后感谢大家 今天花时间来参加这一样讲座 然后我也是尽我所能吧 把我在美国呆 经历的这十年的一些经验和体会 总结到这八点 给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希望能对大家的申请学业 或者是未来的工作 申请有一定的帮助吧 那基本上今天就这样 我看大家说问题都在聊天框里 我看到有一个问题是 听说CMU的学业压力很大 你觉得CMU喜欢什么样的学生 什么样的学生适合CMU 这个问题我可以提 我可以说一下我个人的体会吧 首先CMU的学业压力大 这是我完全赞同了 这个学业压力大是 是非常大 至少我跟现在工作过的 所有的同事交流 CMU的学业压力是 在美国属于属一属二的那个级别 我们当时上课 基本上做作业都会做到凌晨的四五点 这样的一个节奏 然后早晨睡到早晨十点起来 再继续上课 然后第二天再继续做工作 做作业 然后至于CMU喜欢什么样的学生 这一点我觉得 对于你申请CMU本科 或者是研究生 可能他的要求会完全不一样 我可以简单谈论一下CMU研究生吧 因为本科我不太了解 但是说实话 如果大家是申请本科 我强烈建立去CMU读本科 因为通过我在CMU这两年的一个体会吧 我觉得整个CMU的 本科的教育模式是非常好的 因为他的整个课程的安排 和学业的节奏 整个来说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 如果你在CMU读了四年的本科 完完全全比在CMU读两年的研究生的收获 要大很多 而且你的个人成长 和在未来就业的竞争性 是完全要高很多的 至于CMU喜欢什么样的学生 对研究生来说 我当时申请看了一下CMU的一些 requirements 它基本上是你的成绩 首先要达标 如果你能有竞赛的经历 我觉得相对会有帮助 第三就是 首先你如果选择CMU 你就要有一个最前提的 最前提的explication 就是这个学校 或者是这个 这个未来的学生活 压力会很大 所以你要做好来美国上学 不是一个娱乐加学习的过程 你要保证自己的整个学业时间 是完全投入到学校 学习中的 就基本上你可以说 你100%的时间 有80%到90%的时间 你要投入到你的学业生活中 10%的时间到20%的时间 你可以做你的娱乐活动 所以这是我在CMU的一个体验 什么样的学生适合CMU 这是像我刚刚说的 就是你对自己的一个目标的设定 就是你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生活模式 或者是学业模式 如果你可以接受 然后你可以接受 在未来的三四年 或者两年或者四年的期间里 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再去达到一个 你在未来工作 社会上的一个竞争性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样的学生 其实完全讲可以去申请CMU 如果能够达到CMU的录取 我觉得我非常建议去CMU 这是关于那个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 如果不是CS专业的学生 想选CS的课 是不是很难选上 我可以这么说 我可以这么说 就是对于不是CS的专业的学生来说 我的个人的感觉 其实选课是很难的 因为CMU现在有一个政策 好像是在我毕业之后 我听他们说 有一个新的政策 就是每个学 每个CS的课程 它的给外专业的人的数量是有限的 所以这就给大家的一个 选课抢课的一个挑战 所以这个问题简单来说 就是确实是有很大的困难 但是并不是不能选上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 CMU的老师 nice吗 好约office hour吗 我个人的体会是 CMU的老师都很nice 因为说实话 CMU老师就我本专业来说 和CS专业来说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他们很高兴 因为他们喜欢问问题的学生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 如果你在问问题的同时 有自己的一些见解 他们会更高兴 因为他们喜欢一些 有比较有见解 或者是能提出不同观点的一些 学生的一些提问或者问题 然后对于他们的office hour好约吗 我记得我当时上学的时候 其实还挺好约的 因为基本上你只需要给老师 你或者是在课上 课下的时候 你跟老师提这个事情 或者是你直接发email给老师 老师也很快会回复 或者你选择去进老师的实验室 去实习 这也是一个方向 就是相对来说 这些都比较容易 而且老师也会有很多时间 留出来给学生 专门去 去schedule这些 学生的office hour 对 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如果有其他问题 可以继续在聊天区 去发给我 然后我看看 我可以继续回答哪些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 CMU你是学的什么专业 CMU我的专业是机械工程 我第二年是修的CS的课 但是我并没有转CS 因为转CS花销和你整个时间成本会比较高 因为你要相当于是重修两年 这样你毕业相当于晚了一年 我相当于是在修我本专业毕业的前提下 因为CMU的一个好处是 你交三门课的钱 你可以修超过三门课更多的课程 只要你能handle这个课业的压力 其实你选多少门课 学校是不会有一个limitation的 所以当时我的一个选择是 我修ME保证毕业 我修系阶工程 我本专业 我保证我本专业毕业 然后我额外在我每学期 ME的课程毕业的前提下 我会每学期多选三门CS的课 这样相对来说 课业压力就会很大 你需要花很多时间在学业上 因为你要同时去处理两个 同时去处理两个 两个专业的一些作业 或者是课业的压力 然后但是相对来说 成长会比较多一些吧 我看看其他的 我看看其他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我再回看一下历史记录 如果大家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我们讲座可以到这儿 或者大家之后有其他的问题 可以把问题发给老师们 然后我可以在线下帮大家去解答 之后 好 那感谢大家今天 在这里听我讲座 然后希望这个讲座 多得让我对大家 不论未来的学业申请 或者工作申请都有一定的帮助吧 然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下联系我 好谢谢大家 我好谢谢大家 我好谢谢大家 oh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